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医疗营收未达八成补八成 输户金额米波4.55亿就移灾 新闻指出我全球金人厂设备支出 连非年创下新高 金额涨幅来到百分之十五点五 太翔多角化金额 强化科技服务 而保养了金额中将推电商 定位体验型美妆生活电商品牌 最后带您关心台股 美国联准会预期 二零二三年前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美股四大指数周三全面收涨 那么台股今天开盘 即强谈了超过一百点 全职股红海带头重锋 买盘全面进驻红家军 大牌一度强涨了一百九十点 而美国联准会预期 二零二三年前将不会升息 并维持每月一千两百亿美元的购债规模 美债殖利率也从高点下滑 法人认为台股多头趋势未变 尽管部分个股有获利了结 卖押出现 但是仍可把握修正时机 留意值优成长趋势的个股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一百秒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二零一九年禁止中国移动 进入美国市场 禁止使用美国补贴 来购买华为或中心通讯的电信设备 FCC持续针对其他中资电信商 十七日投票以四比零的票数 决定禁止中国联通 信通电话在美营运 Semi18日公布最新一季 全球晶圆厂预测报告中指出 疫情带动电子设备需求激增 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往连续三年 创下晶圆厂设备支出新高的 罕见记录迈进 继2020年增长16% 今年及2022年预估 分别有15.5%和12%的涨幅 南韩三星电子 十七日举行年度股东会 执行长金齐南在会议中透露 该公司正计划量产第三代 5奈米产品并推进其 3奈米节点工艺技术 金齐南并坦承自三星 跨足晶圆代工业以来 其在产能和客户量上 揭露后台积电 但随着投资增加 加上三星的技术实力 预计该公司与台积电的差距 将会缩小 拜登政府欲对富人增税 以解决税收不平等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17日表示 根据他即将推出的经济计划 任何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 都将面临一定程度的增税 新唐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后来看到台达电今天举办 50周年记者会 创办人郑崇华亲自出席 媒体聚焦台达电 在电动车产业的布局 那么董事长海英俊 肯定台湾在电动车的发展潜力 看好今年电动车生产量 他也表示公司主力人 着重在电控电机 以及充电桩的发展 台达电董事长海英俊认同 和硕董事长佟子贤 对台湾电动车发展一说 海英俊指出台湾在ICT 占有一席之地 电动车要用的电控电机 电子的零组件非常多 机械产业也很发达 是很好的发展机会 机电两个合起来 再加上软体 再加上display 我想台湾产业应该有 在电动车有很多发展的地方 以后我们的主要还是在 电控跟电机这方面 这车子本身 当然你外面就是充电桩 基础建设 海英俊表示 未来电动车用充电桩 会是双向的概念 将连接电网 达到能源管理系统的机制 台湾电已打入全球电动车 龙头特斯拉的供应链 并掌握全球前十大车厂 生产的电动车 在电力动力系统 关键零组件 及充电桩订单 海英俊看好 今年电动车的出货量 传统的车厂 今年都 我想是这个请朝而出了 很多国家就定在2030年 就是内燃机的车 就不准卖了 所以这些传统车厂 现在都卯足全力 在做这个电动车 今年正逢台达电 50周年 85岁的创办人 郑崇华也现身记者会 一路看公司成长 郑崇华感到欣慰 正于缺水缺电问题 海英俊表示 台湾只有小部分制造 影响很小 对于车用晶片是否缺货 海英俊表示 很早就发落给晶片厂商 现在没有受什么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经好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好 带您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三星警告 全球晶片供需严重失衡 今年恐怕无法推出 Notes新机 金融时报联准会宣布了 低利率仍将持续到2024年 华尔街日报 苹果应用追踪用户 各自的关系在法国获胜诉 日本产经新闻 日本LINE公司出包 中国业者配查看 日本用户的各机 每年七月到十一月 是虱目鱼的产季 不过近几年 虱目鱼产量公固于求 鱼价逐年下探 那么加上受到疫情的影响 外销受阻 导致虱目鱼产地 池边价格跌了 至少百分之二十五 面对鱼价惨跌 鱼民赔本销售 有生进业者认为 必须先自救才能救人 于是集结各领域专家 打造一条龙的产业链模式 独到的养殖法 获得嘉义县 狮亡争霸美味组的冠军 鱼民忙着捕捉虱目鱼 这是每年七到十一月 台湾鱼堂常见的景象 虱目鱼也是南台湾的家鱼 全台里台南市养殖面积最大 约四千九百八十公顷 产量约两万四千顿 其中北门区的池边鱼堂 属于高密度养殖 每一公顷 约饲养了八千条虱目鱼 今年我用高密度养殖 我养到一万两千五 为了经济效益 我用饲料 我用饲养管理来控制 要饲养出肉质鲜美的虱目鱼 其实并不容易 虱目鱼是一年一收 而且不耐寒 如果水温过低 会造成大量死亡 包括鱼堂周围的环境 吃的饲料等 每个环节都必须靠人工 细心照顾与定期检查 当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大量生长 那这个棗让鱼吃进去以后呢 它在体内 它就会释放出这棗的特殊的味道 那这个就是土味来源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前天后的养殖人员在那边 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一波鱼 去年第一次参加 跟海水是一比的话 我们叫做死亡争霸 第一名是美味甲 我们是用心在养殖衣物 台湾施木鱼年产量5万吨 产值高达41亿元 内销占8成 不过近年来 临近国家菲律宾 印尼也大量养殖 导致施木鱼产量供过于求 鱼价逐年下探 目前台湾在鱼产养殖这块 有点弱化 那当然就是因为过去的条件 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里 用这种新的生物科技的方法 当我们现在的这个 饲养条件变好 去年到现在的价格 已经当了25%以上 今年的鱼价这么坏 我们要自救 所以说全力投入在这一块 面对鱼价产别 鱼鸣赔本销售 生技公司董事长林敏吉认为 要先自救才能救人 于是将原本在续勤业的 深厚基础与专业人才 化领域投入水产养殖业 飼料配方 然后来养这个施木鱼 另外我们也用这个医生菌 去改善我们的饲养环境的水质 跟我们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就在做这个生产率的加工 八次 这一块是我们的理想 因为在南部台南市的水甲 北门地区 是一个养殖 湿木鱼的大区块 如果说我们当作先行者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所有的养殖同业 以助人的心态投入水产养殖业 不到五年时间 林敏集团队的养殖技术获得同业关注 他也期盼走出台湾专属 施木鱼的养殖模式 进一步带动水产养殖业的移境争利 好的 您看到明天三月十九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日本公布二月CPI央房货币决策 俄罗斯公布央房利益决策 布置指数调整台股权重盘后生效 金可KY记者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宇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